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是说 你现在都是在帮一些 宠物的主人去复制嘛 你现在有没有花一部分精力 去创作呢 因为你现在的工艺 其实已经很好 其实我是真的很想去创作的 羊毛沾的可塑性是很强的 可以做很多东西 但是现在因为单子积压太多 是没法去做创作的 来 你告诉一下徐磊先生 你现在的排单 已经排到了哪一年 2024年 已经排到了 后年 24年的10月 我非常理解 因为有很多宠物的主人 他们对自己的宠物 其实有非常深的感情的 但我觉得从你个人 甚至从这个手艺的发展角度来讲 我其实挺建议你 还是要留一点点时间出来 去做创作的 甚至也许到一定的程度 是有机会把它做成艺术品的 这样才有机会 让你突破现在的一些瓶颈 因为我现在做单子 其实是两年前排的 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就一直在接 然后现在我其实排的单子的话 就在二三年之后的话 我也没有排这么密了 我可以有空余的时间 去做自己想做东西 挺好的 像我们从企业管理 或者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 就得分开那些所谓的重要紧急 然后不紧急但重要 你现在接的那些单可能很紧急 在某种程度上对你来说 可能并不完全是最重要的部分 徐磊刚才在说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叫重要紧急 其实徐磊你想不想听一听 在他眼里做这些东西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压后 我先问你 当你接到很多订单的时候 这些订单的背后 一定有宠物和宠物主人之间 许许多多的故事 对不对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 有的比如 这个是近期做的木木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小短片 因为它的主人给它拍一个小短片 它是前两个月刚刚走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可爱小猫木木的VCR 我的木木木木木 我真的很想你 你陪我走过了漫长而飞逝的八年 孤独的海外生活有你 失意分手 恋爱结婚有你 一路奔波蜕变 成熟有你 我们一路一直在一起 分享了彼此最美好的时光 这关系早已超越了 普通的主人和宠物 查出来 你有先天性性自肥后 是五年前 我一直祈祷 永远不会有发作的那一天 可是天不随远远 那天临睡前你还好好的 可几个小时以后 你的病情却严重到不可收拾 我多么想把你救回来啊 可是现实就是 没有奇迹 分别是我们最后的结局 两年前 一个偶然的滋会 让我在网上知道了CC 她是一个漂亮灵巧的 羊毛沾手艺人 当时只是一时兴起 抱着送你一个礼物的心态 定制了这个作品 但没有想到 当复原的你做好了 真正的你却再也不能看到了 你憨憨的神态 纯净的眼神 手机里CC发来的照片上 这就是我最可爱的 木木你呀 对于我来说 这种作品 并不只是爱宠 样貌的复原 更多的是一种 慰藉和寄托 真的很感谢 西西小姐姐 木木 我已经把你的样子 留在了身边 我会坚定地生活下去 你呢 是不是也回到了 你自己的喵心 爱你 永远爱你 其实我觉得 这个VCR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回答刚才 我问她的那个问题 对于CC来说 每一单都是紧急的 因为每一个下订单的顾客 都希望能够第一时间 收到这份为爱宠 定制的礼物 但是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下订单的主人 对于她宠物的那份爱 对 就像这个木木吧 她前两个月赶走 然后那个主人是 非常伤心的 她是在国外生活的 是木木一直陪伴着她的 然后她在国外认识了一个 不是对她很好的男朋友 然后木木是一直保护着她的 她现在那个先生 也是木木给她选的 因为木木她不是很喜欢 陌生人去抱她 但是木木看到 她现在的先生 是第一时间 是可以给她抱的 然后刚才那位小姐姐 她就觉得 这个男生是可以 值得托付的人 是一个好人 然后就选择了 她做自己先生 然后事实证明 她先生是现在对她非常好 这个是她叫金毛 也是走了的 她走了之后 她的主人是觉得 应该好好对待自己 然后努力地去减肥 她要给天上的金毛看到 她有好好在生活 所以她就会让她